蔡京明明是大奸臣 为什么宋徽宗还当地喜欢他信任他呀 大家都知道 这个宋代的四大书法名家 是苏黄米蔡 这个蔡是谁呢 蔡京 蔡京是宋徽宗时期一个宁臣 但蔡京这么一个宁臣 或者我们叫做奸臣 为什么会得到宋徽宗的喜爱呢 因为宋徽宗本人和一般的皇帝一样 一般的皇帝喜欢两种大臣 第一个能臣 能为他治过理政 第二个玩臣 能够哄着他玩 让他玩得开心 玩得高兴 蔡京就属于第二类 你比如说宋徽宗发明了寿金体 这个蔡京的书法也非常漂亮 所以这样你就不难明白 像宋徽宗这样的昏君 这样有艺术细胞的君主 为什么会希望宁臣 兼臣 蔡京